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极致一生生活》开拍前 同样都是音乐剧演员的曹正世和刘燕熙 不约而同向制作组推荐了一位演员 而那位女演员就是甜美都 曹正世对于甜美都有着极高的评价 虽然没有和他合作过 但曾看过甜美都主演的音乐剧 在台下被他的演技深深感动 甜美都视镜之后 导演非常满意他的演技 才有了此次的合作机会 甜美都在表演音乐剧时 曾合作过的曹成佑 也对甜美都赞誉有加 她是我非常尊敬 以及想要学习的音乐剧演员 甜美都的能力 可是连天王都认可的呢 还有一个小秘密 甜美都在2014年 与圈外男友不如礼堂 嫁为人妻 受访时更表示 常常会有怎么会嫁给这么好的人的想法 可见 两人的感情世界相当的甜蜜 甜美都平常偶尔在IG上 晒出与老公的幸福日常 但甜美都没有公开过老公正面 很保护男方隐私 据传 老公为一般上班族 甜美都曾说 老公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 他的演艺录 是他最大的依靠 还甜蜜表示 老公也是 即使医生生活的忠实观众 都会准时收看 在剧中 甜美都饰演的蔡颂和医生 是个五音不全的音痴 但有别于戏剧 现实里 甜美都是以音乐剧 Mr. Mouse 在2006年正式出道 曾饰演过话剧 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经典角色 朱丽叶 以及音乐剧 齐瓦格医生 等多部作品 并且拿下南韩话剧大赏 最佳女新人奖 The Musical Awards 最佳女主角奖 Asia Artist Awards 最佳演技奖 等等殊荣 即使医生生活的OST 也是有多首是由他来演唱 甜美度的才能 真的是不容小觑啊 并且 他还是许多演员心目中的偶像 在跨入戏剧圈之后 即使医生生活 是他首部主演的电视剧 虽然 有参演过另外一部电视剧 Mother 但戏份不多 这让人都很难信服 这是甜美度首次出演电视剧 还能打败众多知名女演员 拿到担任女主角的机会 与多位实力派演员合作 更证明甜美度的实力非凡 在剧中的他演技超群 超有魅力 在戏外的他 童颜的形象 清新可爱 能演能唱 成功吸引不少观众的喜爱 在机智医生生活第一季之后 短短一年的时间 甜美度手上已经握有九支广告代言 更是涉及各个领域 饮水机 电动牙刷 金融投资 抗军喷雾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荣灯广告天后之宝座 甜美度是一位口碑型的演员 关于他的好评越来越多 大家对他也越来越喜爱 仅主演了一部电视剧 就成为闪耀的新焦点 但其实对于话剧音乐剧的观众们 甜美度并不陌生 并且他还是这个领域 因相信而看的演员 并且每一次 他也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色呈现 当被问到 以演员来说最重要的话题 什么样的演技是最好的 甜美度说 表现出作品中在描述的那个人物 所谓演技好 也就是能好好地传达出 作品中描述的人物 其实也很容易选择 比起作品中想表现的人物 我会选择我擅长的作品来表现 为了不过度自满 我也会努力警惕 电视剧 机智一生生活之后 他又重回舞台剧演出 Maybe Happy Ending 忙碌的甜美度说 跳舞类型的音乐剧 我没有尝试过 我也不会跳舞 但我很有兴趣 现在的状况 每次看着口罩一戴 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观众们 总觉得哽咽 所以一定要努力带给大家更好的演出 即使在各方面都大获好评 甜美都却也有很累 不想上舞台的时候 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偶尔我也有种提心吊胆演出的感觉 也可能像一般人一样 有讨厌的合作演员 或是观众给的负面评价等等 虽然已经刻意不去看观众评价 但还是偶尔会听说 很多余演员都希望看起来不会变老 但甜美都14年的演员生涯中 长得童颜却成为他的困扰 他说 因为童颜虽然都快30岁了 却还在演出十几岁的学生角色 当时的确让我很困扰 幸好与前辈咨询后 他对我说 外表是无法更换的 该培养内在的力量才对 所以从那时我下定决心 不再演出十多岁的角色 接着就开始演出成人角色了 为了突破自己的形象 我做了很多努力 以稚气未脱的外形 演出过多样作品 累积许多人气好评的甜美都 接到来自各方面的提案 甜美都依旧没有忘记 当时开始演技时的那份初心 当时觉得 能够有口饭吃 能活下去就很好了 不管演主演 还是配角 只想成为被观众称赞 演得很棒的演员 当时也想象不到 现在会是这样 可能是运气真的太好了吧 每次接到演出邀请时 都觉得非常感谢 恨不得 自己有十个焚身 全部都接演 想起大学时 曾梦想着成为演员 现在也没忘了那心情 非常感谢 也希望继续做好这一件事 没有二心 戏剧摇远满满的甜美都 剧传下一部作品将和孙艺珍 共同演出爱情剧 三十九 是一部以现代都会女性为主的爱情故事 主要讲述 即将迈入四十岁的三位好友 在生活与爱情上发生的事情 孙艺珍 甜美都这组合 绝对让人期待呀 相信 又是作文收视率宝座 随着韩剧机智一生生活爆火 为给剧迷们谋福利 五人帮联合TVN和导演神浩元 带来神仙售后综艺 极致的露营生活 已经上线 便拿到了9.6的高分 节目如其名 其实很容易猜到 是以刘衍熙 曹正世 郑静浩 金大名 甜美都五人帮的露营生活为主 但节目诞生的源头 就别有意思了 先是金大名 再被导演组在直播中套话 如果被节目组绑架 可以做什么综艺 得到金大名 想要露营的回答 而后 五人帮聚餐时的闲聊 被摄像机偷偷记录 在刘衍熙侃侃而谈 先篝火露营 做饭拍照 再去曹正世家里练习的言语中 确定节目流程 不是导演组决定节目形式 而是完全按照嘉宾的意思来 从一开始 便奠定机智的露营生活 与众不同的氛围 紧接着 是节目中爆笑连连的露营准备 和五人帮之间 有爱的插科打魂 成为节目中最大的两个看点 露营嘛 肯定是要准备装备的 帐篷 洗漱用品 睡袋 野炊用具 样样都不能少 是最普通的准备环节 但盛在 嘉宾综艺赶墙 上一秒 刘衍熙头头是道 指导郑静号 影音锅和那些奇怪的盘子 不用带 下一秒 却是刘衍熙从车里 搬出一批又一批的物品 躲到节目组都忍不住 用满屏花字的形式 进行吐槽的超搞笑画面 用实际行动告诉观众 什么叫做打脸 欢乐气氛 一下子就出来了 有露营经验 vs没有露营经验 这是节目中 最具有戏剧冲突的设定 也是最有意思的设定 不用PD写剧本 便呈现出搞笑的对比 这边 刘衍熙轻车熟手 准备各种物资 那边 郑静号曹正式 金大名全员被锁在帐篷内 不需要后期添加欢托BGM 就已经把观众 逗得前赴后继 据集中 美都所饰演的角色 是五人帮中的团宠 现实生活中 也的确如此 众人会给他留好吃的食物 帮他提前 准备保暖的耳罩 再次让观众 感受到五人帮之间的 神仙友情 另一边则是刘衍熙正进号 曹正式 金大名 四位之间的相爱相杀 或因为金大名妈妈做的 咸菜意外被打翻 而唇枪舌战 或因为 做鱼饼汤时 鱼饼要不要洗这个问题 而打电话给家人确认 就差把我们是斗逼 天团四个大字 打在公屏上 众人之间相处模式 和聚集中 五位医生的相处模式 极为相似 甚至于 营造出 这就是医生们在录营的感觉 彻底打破聚集 和现实综艺之间的界限 让观众 看得十分开心 这是韩国 聚集衍生综艺的厉害之处 也是独树于 聚集衍生综艺的成功 最后 希望甜美都 能给我们呈现 更多的优质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 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